好 另外再來看到 這是兩個正妹 雞排妹還有阿喜 難道是女神槓上了嗎 向來極眼敢說的雞排妹呢 聽到另外一位說宅男女神阿喜 說上半年狂撈了500萬 她就忍不住嗆聲 說怎麼可能呢 雞排妹說她上半年 靠著活動啊 代言遊戲賺進了250萬 她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她覺得阿喜 如果可以狂撈500萬 是不可能的事 還說自己不會碰瘋 當藝人應該要踏實一點 而這阿喜的經紀人 聽說之後就說 兩個人表達的方式不太一樣啦 而且這兩個宅男女神偶爾 還會用手機的通訊軟體聯絡 同時阿喜的收入 確實沒有那麼樣的多